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呢 这个八字本身 它不是身弱的 而是身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地质里面有一个亥水 这是一个阳润 还有一个子水 是一个路 一个根 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水 是一个劫财 这个所以说日柱跟石柱 是一片汪洋 水很旺 这个水呢 都归在这个尘土 这个尘土是一个水库 所以说这个气势 是很旺的 一直能到年支 这个地方来 那么这个八字本身 是身旺的 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月支 月支呢 是四火 四火呢 也就是明火 是它的财心 它这个财心是很旺的 这个格局本身来说 就比较好了 叫身旺财旺 同时呢 这个四火呢 又去生这个 吉土七杀 这个七杀呢 也以这个尘土 作为根 所以说这个八字 是身旺 财旺 杀旺的一个格局 这种人呢 就是身旺 能单财 能单杀 这种人呢 往往就是 经历比较旺盛 适合创业 虽然是个女命 但是也适合去创业 做生意 它的用神呢 鬼水生在夏天 那又有吉土的话 用神第一个呢 要用心金 心金对用神 为什么呢 因为心金 可以卸这个吉土 去生心金 心金再生鬼水 所以说心金 是第一个用神 同时呢 它还要用木 对用神 比如说这个假木 也可以对它的用神 为什么呢 这个假木 可以克这个尘土 同时合住这个吉土 让这个吉土 不伤害这个鬼水 另外呢 这个八字本身是水旺的 这么这个旺水呢 它需要得到泄化 就需要用这个假木 来泄化 因此呢 它的用神就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心金 第二个就是假木 咱们在分析用神的时候 不光要分这个五行 还要分五行里面的阴阳 那么就是十天干 要分别取用 比如说如果换一下 这就是人水 如果日干是人水的话 水很旺的话 那么它一般的 它要用用神的话 要用这个物土了 人水的话 一般要用水旺 要用物土作为用神 但是鬼水就不一样 鬼水呢 一般不太喜欢物土 鬼水如果旺的话 它要用这个木 来泄一下就行了 如果它比较弱的话 它要用心金 作为用神 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这个鬼水 它天生的是 比较喜欢这个尘土的 为什么呢 从独向的角度来看 就可以解释 因为鬼水是雨露之水 夏天的这个水 落下来之后 它容易干 如果它流到池塘里面 这个水就能够保存下来 那么尘土呢 是一个水库 就是一个池塘之像 所以说鬼水 留在尘土里面 能够保存下来 有保全之功 所以说呢 它也比较喜欢 这个尘土 这就是这个巴子的一个 用神的分析 鬼水生在四月 用神呢 就是心金和甲木 地质的尘土呢 也可以做一个存水的 一个容器 也有用神的作用 今天的节目呢 就简单的讲到这里 下期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巴子的一个个性 跟它的一个身体健康 另外呢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给我们私信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 进行回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